我們警方將在明天開始針對一些後程嚴重交通阻塞 以及對道路使用者後程危險的遺例拍車行為 我們是會不願意警告之下立即作出票控 有需要的時候我們更加會將車輛拖走 到明天開始警方將會在每一天在每一個警區都會執行動 前線同時會去到一些特別的交通和重點的執法地區 例如在巴士站為例拍車上路客 又或者是在禁區繁忙時間上路客 等一等鏡來拍車行為